普甘之前有400多万座佛塔 现在只有2000多座太可怜了 那今天我们就去缅甸普甘赚一圈 因为要逛佛塔嘛 你们看我都准备好了拖鞋 今天就拖鞋出洞 不然的话每次要拖鞋子拖袜子 真的太麻烦了 好了现在咱们出发吧 外面真的又热又晒 墨镜帽子都戴上了 我在等我的小摩托 准备的说是小电动车 这一家就是我今天的电动车了 好大一个哦 我能不能骑啊 我试试看 都三点了 找了一家午餐 food ok outside no price no price yeah what do you have i told you yes yes 2005 ok 1 我的旅行节奏是不紧不慢的 看我视频的朋友 你们会不会看着急啊 说要要出来看佛塔的 结果先来吃饭 这都三点了 我就早餐吃了一点面 现在还没吃东西呢 我们在普甘啊 就主打一个休闲游 随意游 不要赶紧点 我在普甘可能会有两三天的时间 慢慢的就是放轻松这个节奏 来慢慢的玩 其实就是自己懒 明天早上呢 就是勤奋一点 咱们起来看个日出 看完日出了 咱们再回去补觉 这个是鱼咖喱 白米饭 然后这个是他们这里的就是缅甸沙拉 有这个万能 又是一桌子食物啊 这个奶昔是5块钱 沙拉跟这个米饭是10块钱 这个沙拉是4块钱 总共人民币20不到 在国内20 连这一杯果汁都买不到吧 看这个鱼咖喱还不错 看一下 根本这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我特别喜欢吃咖喱 豆子白菜胡萝卜 加上很多调料 拌的一个沙拉 还可以挺好吃 还有一点点脆脆的豆子 这里就在伊多瓦底江旁边 所以他们这里有很多鱼 缅甸这个食物啊 其实你再一看上去 没什么胃口 但是你吃一口 就发现味道还不错 因为它的味道层次比较丰富 我好像来了东南亚之后 就再也没自己做饭了 旁边有一只狗 好可怕 一边吃饭一边受到惊吓 还好我已经会了一个咒语 就是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你看不见我 吃完饭了 重新骑上了 想摩托 想电动 但是这个体积也够大的 我是好多年没有骑电动车了 还有点手伸呢 刚才一直觉得自己不会骑 然后适应了一下 就还好 今天骑车就不方便给大家拍了 因为我车机不咋的 我怕会摔 佛塔真多呀 都躲不过来了 看不过来 我们只好去比较大型的几个 这里又是一座佛塔 然后这后面还有好多好多 看这儿 佛塔很多 但是都很荒芜 你看荒草重生 这些寺庙呢 有些有名字 有些没名字 来到的第一座寺庙 马哈努寺 为什么来这里呢 今天这里好像有国教活动 寺庙是当时蒙国的一个最后一个国王 叫做马哈努 他被囚禁在这里 在被囚禁的时候 然后呢建了这个寺庙 为什么人被囚禁还能建寺庙呢 你们说奇怪不奇怪 虽然这个寺庙它的风格啊 就是很多人说啊 它虽然不好看啊 但是有一种非常憋屈那种感觉 这可能是某种故事活动 我们到里面来看一座这座佛 它这个寺庙很神奇的是 它的寺庙很小但是佛很大 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 充分展示了当时被囚禁的梦王的心态 看到了吗 这个佛特别大 这有一个大金碑 我们上去看一下 哇 这里面都是钱呢 这个建的没有很精致 充分展示了它当时的一个心境 据说这个孟国是跟泰国有点关系 所以引用一些泰国人过来朝拜 我前面这个塔呢是叫明格拉塔 我为什么要来这座佛塔呢 因为它是普甘王朝最后一个佛塔 以前这里是可以爬上去的 但是现在呢关掉了 这个佛塔还是挺高的 如果能爬上去啊 还能看一下这个普甘的全景 还是挺好看的 可惜不能进去了 在外面看一看 瞅一瞅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啊 你们知道普甘王朝是被谁灭亡的吗 是被我们的元朝 元朝爸爸 就当时元朝派使者过来 本来是没有想打普甘的 后面就是普甘啊 把这个使者给 结果呢就是明朝怒了 那为什么会把这个使者 就是因为他没有穿鞋子 进入这个佛塔 这个佛塔呢就简单的看一下 最后一个佛塔 挺高的 我刚才电动车开过来 大大小小遍布的太多佛塔了 所以我一边骑车一边不方便拍 而且这次呢也没有带无人机 所以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比较有典型的有故事的几个塔 看这木枝索集都是塔 塔 都是塔 他们有些寺庙还是比较商业化的 现在来到的是葛道柏林寺 这个是普甘第二高的寺庙 它是普甘历史上有一个国王 叫那亚帕蒂西图国王 他过去冤枉了他的父亲和祖父母 所以在这个地方建了一个纪念塔 向他们道歉用的 人家道歉都有诚意了 直接建了一个大塔 这个时候的普甘还好啊 它地面不会烫角 这个寺庙还是有点好看 有点宏伟的 但是就是少了一点 不是那么精致的感觉 这种佛的表情就特别的慈祥 特别像小孩 看看正面 这个佛特有意思 正面跟侧面 它是两种不同的感觉 这种佛又干脆直接都快闭上眼睛了 现在到了一个叫瑞谷一塔的地方 据说这附近啊 舟曾经是以前的皇宫旧址所在地 还有很多要钱的 这一片 这下面这一片 就是曾经的皇宫的遗址 现在只剩下长圆断壁了 这也要脱鞋 我的脚底板 我今天 今天咱们主打的一个就是不怕脏 不怕累 这一片这棵树 挺有故事啊 挺古老的 很大 这个小树枝还用这个撑着 保护着 特别大 这是什么树啊 朋友们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这个瑞谷一塔呢 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精致 上面雕刻的一些装饰的图案 花纹 去过吴歌窟的朋友都知道啊 他们那个佛塔啊 可是非常的震撼 因为他们都是雕刻的一些 过去的一些故事 刻在一个外墙上面 这个整体上来看 是乍眼看过去啊 没有太多太丰富的内容 害怕说错话被喷死 但是这个你们看这个门楣上面 这个佛 嗯 还是挺有意思的 不要喷我 然后这个佛塔的底 莲花座 对吧 这个装饰的图 这个装饰的花纹 对吧 挺好看 哎呀我老怕你们喷我了 虽然咱们做自媒体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但是我也是挺害怕的 啊朋友们好扎脚啊 这可是碎石路啊 我的天 哇这里好看 你们看远处那座 这些佛塔 远看都特别好看 你们看 远看就特别有诗意 特别有衣经的感觉 哇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好看 太好看了 只可惜不够高啊 如果再高一点的话 更加壮观 我这是求生欲满满啊 这里真的现在全部都是本国人在过来 没有一个外国游客 除了我 看了几个大佛塔 我发现这些大佛塔 怎么说呢 我感觉那些小佛塔更加吸引我 但是那个小佛塔也是远看比较好看 如果近看的话 可能就不是那么美好 他们这树下都挂了这种布哦 你们看老吓人了 他们民间欣赏的一种方式吧 但是这个样子确实有点吓人 哇挺漂亮的 好美啊 其实我今天呢 其实这个电膜是非常惬意的 只是没有办法给你们拍 我前面这个就是老城门啊 它是普甘城墙中保存这完整的 建于公元八四九年 在电动车上跟你们讲解 我不能开啊 因为我开了就没办法拍了 普甘王朝呢 是第一个统一缅甸的一个王朝 就是从普甘王朝开始啊 这个整个缅甸才统一起来 最近现在已经有1200年的历史了 非常悠久 普甘这个地方呢 其实在公元一几几年时候就有了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历史啊 所以普甘的历史啊 要比明天的历史更加久远一点 普甘这里看到的所有的佛塔建筑啊 基本都是在八四九年 然后一直到一二几几年的时候 最后一个佛塔是一二几几年的时候 遇到粉丝了 哇前方太美了 现在是日落的时候 准备去看日落 但是貌似太阳已经落山了 如果这次咱们去拍的太阳已经落山了 咱们明天再来 哇好漂亮啊朋友们 还有花银饮料 他们这个票啊就是一天有效 如果你早上日出的时候过来买的话 日落也可以看 但是如果日落过来的话 明天早上日出是不能看的 十一楼 好在他们这的票便宜 这也不便宜了 是一万两千五也不便宜了 这还是挺好看的 好漂亮啊 上来一看觉得这票价值了值了 可以可以 它值二十一块钱 好看好看 我们今天一定要再来 我们上来就有点晚了 但是还能看到一点点晚霞 打个一点点佛塔的影子 但是还是非常壮观非常震撼的 我觉得普甘看佛塔 就应该这么看 佛塔因为地震各种原因 它不断的在倒塌 然后但是又没有新建的佛塔在增加 所以呢它的数量啊急剧的在减少 挺可惜的 如果以后他们国家稳定了 就是更多的游客过来啊 希望这里能够有更多的佛塔 在这里建起来 把这个电动车缓了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吃饭的时候 你们也最开心看到我吃饭了 我觉得整个缅甸英文最好了 都在普甘 这是发音非常的标准 点了一个炸鸡葵 可乐 还有一碗凉面 其实他们这边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在普甘你可以做热气球 我昨天忘了做热气球的价格是140美元 嗯 稍稍有点高 还行 它炸的不是很入味 但是里面是多汁的 里面是鲜嫩的 我刚才真的一口莫掌不会点的时候 看到别人点了这个 然后端过去 我觉得看起来好好吃哦 半的细的米粉 总体感觉挺清爽的 所以我也要一份 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我吃完呢 又要给你们剪视频工作去 我们下个视频见吧 记得下个视频来看热气球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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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